其他消息 1日戒備訊號仍然生效 熱帶風暴韋森特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午午6時 韋森特集結在本港東南偏南 大約350公里 預料初時移動慢 在南海北部徘徊 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至海南道一帶 天文台說 韋森特移動速度減慢 黃昏改發3日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陳婉庸報導 韋森特逐漸靠近 尖沙咀下午風力增強 維港海面不時有暗湧 但整體天氣未有明顯轉壞 事情是雨 市民出街都帶著雨具 天文台就說 韋森特的移動速度顯著減慢 晚上吹強風的機會不大 今天下午 熱帶風暴韋森特的移動明顯減慢了 它在香港300公里之外徘徊 我們預料在未來的小時 心突它的移動仍然會緩慢 黃昏本港普遍出強風的機會不大 天文台就預測今晚和明天會多運 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最後一兩天仍然有狂風驟雨 呼籲市民要密切留意著天氣情況 艾德電視機就在一層縣熔步道 同事梁家寶現在就在尖沙咀 家寶 禮拜天打風了 有沒有影響市民和遊客出街玩的興致 是的 在尖沙咀這裡有不少的一家大小 都出了來逛街享受星期日的假期 部份人都特別帶多了白傘 以防會下雨 在尖沙咀這裡雖然暫時沒有下雨 但是風勢已經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預計今晚會多運 有狂風驟雨 風勢會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說在互聯網和電郵 流傳關於偉心突的消息 甚至列出熱帶氣旋警告生效的時間 天文台澄清沒有發出這些資訊 提想市民要留意天文台透過電視台 電台和網頁發放有關偉心突的消息 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新聞報